鬼滅之刃中,面对实力强大,身体能力远超人类极限的乐鬼 人类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之对抗 在千年的对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天不足够的对视 而到了看智狼这一切堪称人才涌现,直逼即博元一创造的时代 但是和三个月承住的无异狼和徒手后的一夜乐鬼的严重不同 我们的普刚英勇最初是很弱的 甚至他的最终选拔,也是因为同伴的强大而躺赢的 这也是义勇无法释放,一直羞于其他柱围舞的缘由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躺赢的渣渣,最后却成为了历代最强的水柱 她到底是因何做到的 富刚义勇和枪酷作为玲瓏老师的弟子,一起参加了鬼杀队的最终选拔 不过相比于枪酷的惊人表现,富刚义勇还没开始,就被恶鬼击晕了 最后被枪酷救下,然后就这么躺着过完了七天 因为枪酷独自一人,几乎全灭场内的恶鬼 富刚义勇在安全的环境中躺过七天 富刚义勇通过考核,而枪酷因为力竭战死 这样的结果让义勇一直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之中 直到汉智郎的出现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考核都是躺赢的人 最后却成为了最强水柱 义勇将水之呼吸运用到了极致 甚至根据自己的领路,创造了G11世纸 只极致风平浪静的海面 没有波浪,宽如镜面一般的海洋 进入义勇间隔的所有树都会消失,变为虚无 堪称鬼灭之中的绝对防御 最后在大战中更是开启了斑纹 一直活到了最后 选拔躺赢的富刚义勇 为何可以成为最强水柱 义勇先生肯定觉得自己死掉了更好吧 我通界的明白 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的人 比自己先死去 而且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死 这种痛简直就是痛心弯骨 因为多次失去重要的人 对义勇的刺激太大 1.姐姐富刚鸟子 义勇的身世和众多的鬼杀队成员 没有太多的区别 也是因为家人的惨死 而走上了鬼杀队的道路 你绝对不要死 姐姐赌上性命维系住的生命 和被托付的未来 你也要传递下去 姐姐鸟子让内向的义勇 一直活在痛苦中不断地厌恶自己 2.重要同伴枪骨 那年的选拔只有枪骨已然死亡 他将那座山中的鬼 几乎全部打倒了 除了枪骨以外的所有人 都通过了选拔 而在选拔中 自己最好的挚勇 再一次为保护自己而死亡 让义勇的心 刻底陷入了封闭 也正是因为这两位重要之人的离去 让义勇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小 也正是因为重要之人离去的痛苦 让他在最后对战争突破极限 成为了最强的水柱 富刚义勇天赋本就非凡 他的见到天赋更是卓越 虽然在选拔中 义勇是躺赢的 不过义勇的天赋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然也不过成为玲瓏老师的弟子 如今水柱缺席 必须有人尽快成为水柱 我不是水柱 义勇老师强调自己不是水柱 但是其他柱都是很认可他的实力 闻人就不好说了 自身的天赋 再加上前代水柱迷路的指导 义勇最后的成就里就有了保障 可以说 玲瓏才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关键 他培养出了义勇和贪之狼这样的顶天强者 他的一招一式的传授 为义勇不断进步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果然不能将水之呼吸运入自如 我的体质并不适合用水之呼吸 和贪之狼不弃合水之呼吸不同 不当义勇可以说和水之呼吸及其契合 义勇的体质和性格都如同水一般清澈冷冽 又惠莫如深 最后义勇能够创造出逆时意识 也进一步说明了他走水之呼吸的正确 义勇能够成为最强水助 很大一部分缘由 也是因为他和呼吸法的功名 富刚和村田为同一届抗赢的选手 但是却成为天差地别的人物 不能说村田不努力 而是因为富刚太过拼命 在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重要之人后 富刚的心中除了变强和杀鬼 什么都没有 他能成最初的一般 成为最后的顶边强者 其中的心酸和疯狂 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在他看来 如果不这么做 更是对于姐姐和枪酷的亵渎 可以说义勇能够成为最强水助 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也是历代水助中最恐怖的 最后探知狼帮富刚义勇解开其心结 如果义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毁分当中 而不得出的话 那么他的极限也就是如此罢了 义勇先生不把枪酷破负给你的东西缠击下去吗 但是当探知狼解开了他内心的欲解 放下了新宫的执念后 他再一次做到了突破 他而后的战斗有了异和目的 也在对撤他成为了真正的水助 在大决战之中 对战上弦三一波作时 义勇开启水助搬门 对战无惨 义勇碰撞开启了河刀 还可以战斗 可以说 在最后的决战中 义勇一次次突破了极限 真真正正地超越了历代所有水助 毫无疑问成为最强 义勇正是在这样的大战中 守护自己的本心才能不断突破 如果没有上弦三和五彩 义勇在历代水助当中 不过是很强霸了 而不能真正地超越历代水助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 自己的剑为水耳灰 为保护水耳存在 有支撑的东西助才是助 神巴塔赢的不干俱勇 能够一步步成长为历代最强水助 除了他自身的特质之外 所付出的艰辛才是真正的关键 两位重要之人的离婿 成为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加上看智狼的开导 才让他成为了有东西之中的助 从我不是水助 倒不能犹如水助之名 富刚义勇的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